魏总 怎么才来啊 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 魏太太 魏总让我提醒你 出门别那么粗心 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 给 知道了 谢谢啊 魏太 现在有衣服了 要不要跟魏姐打一拳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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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都是围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丹杆清裁的 长泰进宫哪有这么容颜 准确率多迭啊 是我的话呀 肯定我也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高手啊 给我一杯水 谢谢 好的 魏太太 魏姐 可年 你刚才真的好棒啊 你叫林霜就好了 你是在哪儿学的斯诺克 我是上学的时候 参加过江大的斯诺克社团 你是江大的 是啊 我是你的学妹 你你小姐姐 这么巧啊 当年在大学那会儿 谁教了你斯诺克呀 其实吧 我没正经学过 就是有一个同学 他没事就直到我几下 不过他的斯诺克 是林霓教的 怎么了 不会吧 我也是林霓教的 这么说起来 咱俩是师叔同门啊 小师妹 不过他俩现在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开心 你说 这魏明老婆 才有打来这么好 哪天说呢 肯定是请的英国教练了呗 一看就知道 我也给你找的英国教练 你怎么什么都没学会啊 哎呀 你就别说 行了 你俩 别打琴马俏了 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 你简直给我挖了个大坑 不至于吧 不就是一起吃个饭吗 不至于你自己怎么就去 我不是有中央客户了吗 其实这衣服没见你穿过呀 什么时候买的 好久没穿了 去年买的 口红挺好看的 魏总早 早上好 早上好 好 魏敏 魏总 玩得还开心吗 昨天 昨天太棒了 没想到你有一个宝藏太太 我太太朋友不多 你敢带她玩她开心 还来不及呢 什么带不带的 她的斯诺克打得比我好 下次一定要约了时间 跟她好好切磋切磋 没问题 那你们随时约啊 嗯 要不是啊 你提前帮我排雷 还临时赶来救助 我现在应该已经射死了 其实这些人啊 不管是强势还是温顺 看的都是公司的职位 还有利益关系 有了磐石这张牌 魏敏升VP 应该就是这一两个月的事了 新来的那个助理黄佳怡 她爸爸是黄董 魏敏最近 可是对她殷勤得很 你的意思是 魏敏为求自保 想见黄佳怡来讨好黄董 也不一定是自保吧 人心不足舌吞向 魏敏还不到四十岁 她的野心 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个副总吧 副总之上呢就是首席 魏敏是不是有点才华和小聪明 当一个副总 算是比较匹配的 但是 如果让她掌斗全局 来领导一家公司 那她还差了点格局 她知道她自己 差的这点格局 需要一个强大的后盾 来帮她补上 她想让黄董来当这个后盾 魏敏的能力嘛 是有一些小天赋 但是论起对付女人 她可是天下敌因 我看那个黄佳怡 为家人保护得很好 一点见别男人的能力都没有 她已经着了魏敏的道了 如果只是提携自己的女儿 那这份恩情 王董未必会记挂很久 但如果成为黄董的家人 那就不一样了 你说魏敏要娶王嘉怡 你说魏敏要娶王嘉怡 以我对魏敏的了解 不是不可能 那这也太毁三观了吧 不管怎么样 找工作的事情呢 还是得抓紧 对了 魏敏的工资 还有奖金都是公开的 再加上我知道的分红和绩效 我估算出了她大致的年收入 另外 她这个人喜欢搞小动作 回扣也没少拿 我知道的 全部都在里面 谢谢 这次帮我大忙了 思义说 在财产分割当中 对方一定会想方设法的 降低你分割财产的比例 但是如果我能了解她全部的收入状况 把能分的蛋糕尽量做大 这也算是 变相地多分了一些财产 该是你的 咱们一分都不能让 好 林双 盘氏研究室又开始招聘了 你报名吗 当然 这几个月 你是真的补了很多课啊 这么短的时间 除了Python语言的熟练掌握 还补上了之前深度学习 推荐系统的短板 还研究了Tayson RT 实践项目也做了不上 看来你确实下了不少苦工夫 能够进入盘石研究室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希望各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 顾总 我没有别的问题 我的问题还是个老问题 这对于我们盘氏来说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 你到底要如何平衡 事宜和家庭 顾总说得没错 所谓的平衡 其实根本不存在 他无非是取舍和牺牲 但是在认定这个事实之前 我想先明确一点 家庭是一家人 取舍和牺牲 绝不是靠女性一个人来完成 所有的家庭成员 甚至包括孩子 都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当所有的家庭成员 都承担起了责任 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 那么这个取舍和牺牲 才能最大程度的 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尽量让所有人都满意 也可以看作是达到了某种平衡 你刚刚这番话呢 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你表达的只是一种 理想化的状态 恐怕执行起来是非常难的 而且 程序员是高强度的工作 即便是大学刚毕业的 年轻的员工 也有时候可能会 感到这个重新 所以你到底拿什么 来证明你能够胜任 我想让大家看一个表格 我的一天是从早上六点开始的 洗漱更衣 六点二十我准备早餐 叫家人起床 七点十五送孩子去幼儿园 八点菜场买菜 八点四十回到家里 收拾餐桌整理衣服 还要处理一些缴费和外出事宜 一边我还要用手机听课 十二点钟我会利用午餐的时间 下单一些生活必需品 十二点半午餐结束 我为晚餐做准备 三点我会去幼儿园接孩子 直接送到特长班 督促他语书外 以及画画还有围棋等技能的学习 五点钟回到家做饭 六点钟吃晚餐 七点半我给孩子洗漱 哄他睡觉 九点钟我再重新收拾一边房间 为第二天早餐做准备 十点我可以继续学习两个小时 十二点我自己洗漱睡觉 这只是我过去几年里 最普普通通的一天 如果遇上老人孩子生病 家里突然来亲戚 那这张表格还会复杂很多 另外除了时间管理 几年的主妇生活 也让我对于财务统计 家里人的心理疏导 以及各方面的协调能力 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想我的工作强度和复杂度 对比一个初级程序员的工作需求 应该是绰绰有余 你在之前的面试和比试中 分数排名是最高的 所以看得出啊 你的斯帕克 以及机器学习方面的工程能力 是非常地扎实的 顾总 您还有问题吗 如果这次的面试 你还是没有通过呢 我一开始出来找工作 其实东基非常单纯 就是想赚点工资 选择做程序员 也是因为老本行好上手 但在这几个月的跌跌撞撞里 我开始想起来 那个曾经在家庭主妇身份中 过度自我认同 而丢失的自己 所以 不管我能不能来盘石工作 我都笃定了 会在寻找自我 实现自我的路上 继续前行 好 恭喜你 加入盘石研究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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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